好另外呢这个大消息就是新一线24号通车上路 而北捷营运路线呢也跟着调整了 纵贯南北的新店北投县 当初为了疏解人流量 加开的台电大楼到北投去一间车 吹了席灯号 改由新一线的这个向山站到北投站来发车 而23号深夜 台电大楼站开出了最后一班列车 信了50几位捷御迷特地带着相机 抢拍最后末班车的身影 台北捷运列车进站 除了搭车乘客 在月台上等候的还有四五十部相机 对着列车一阵猛拍 新月台列车往北投 原来这是新电线台电大楼站 行驶北投站 区间车最后一班末班车 车头和车身显示器都消除最后列车四个字 捷运迷抓准镜头 录影拍照流念 因为过了11月23号这一天 台电大楼站到北投区间车正式走入历史 最刺激算我第一次 今天怎么会想来 刚好时间 我本身是个捷运迷 然后就是拍起来纪念一下 就是因为信义县24号要通车 北捷营运路线也跟着调整 纵贯南北的新电北投县 当初为了疏解人流量 而加开的台电大楼到北投区间车 改为由信义县的向山到北投 也影响到通勤族必须重新适应新路线 因为就住这附近刚好就这一站 那通常这种车就是都会有空位 那以后就没有这种车了 很可惜 末班车的最后一夜 捷运迷甘愿等到11点12点的深夜 首扣在月台用相机记录难得的镜头 记者黄明君连接台北财报报道